澳洲因为暴雨成灾 同样也有数千人紧急疏散 澳洲东部地区 包括西南威尔市 昆士兰 维多利亚和塔斯玛尼亚等 在刚过去的周末 遭暴风雨袭击引发洪灾 部分地区在短短的两天内 变成水乡泽国 导致道路被阻断 一些房子更遭洪水冲毁 当地数千居民 被迫紧急疏散到安全地点 澳洲东部在刚过去的周末 爆发狂风暴雨 在悉尼靠近海滩的住宅和酒店 遭大风掀起的巨浪冲刷 部分坍塌 屋子碎片和瓦砾随处可见 当地媒体报道 悉尼克拉雷海滩5号 一度出现8米高的大浪 十分害人 而在西南威尔市和昆士兰等地 暴风雨则带来洪水 昆士兰当局已发出近20个洪灾警告 西南威尔市则已经有3人遭洪水冲走身亡 另外 当地的海陆空交通也受到影响 多条道路被洪水阻断 而不少码头也因被大浪被迫关闭 在塔斯玛尼亚岛上 由于暴雨成灾 加上大风摧毁部分电力设施 岛上4000户名宅断电 数百居民被迫紧急疏散 截至5号 所有灾区的疏散人数 估计达到好几千人 到了星期一 虽然狂风暴雨终于渐渐停歇 但灾区已是满目疮痍 澳洲当局正在估算 这一次洪灾造成的损害程度 NTV7综合报道